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在设计当中有一个幻灯片大小 我们把它改为自定义幻灯片大小 幻灯片的大小当中我们把全屏显示16比9选中 在方向当中我们选择什么 纵向 点击确定 选择确保适合 画面就变成我们的纵向数的一个效果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呢才开始做我们下一步 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怎么做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是这样 摄影先锋交流会 可以想到这个摄影先锋 我们找到一个图片 海边的是吧 就是风光吗 那都是风光摄影吧 把它选中之后呢放大 进行彩剪 大家看左边是一个效果图 是吧 我们在这边彩剪 大概可以看看我随手一拖拖的挺好看 这样 彩剪它 往里面彩剪 大家不知道彩剪到哪里 大家可以认证看看它画面当中 这边有一条缝 这就是PPT的一个什么 边框在这里呢 你不知道怎么把种子走啊 不知道怎么 到终于的位置 我们可以按住这边的ALT键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到边缘的时候 它自动会吸到这边来 这是ALT键的妙用 按照ALT 先走 到了这边它会吸过来 吸到这边来 其实我们是能看到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黑色的萌版 改成无轮廓 右键 设置形状格式当中呢 把这个填充打开 透明度给它提升上来 慢慢有一个萌萌的感觉出现了 是吧 接下来看还有什么 好 我们可以这边给它加入一个什么 矩形 我来说一些技巧 我给它做很规矩的示范了 选择无填充 轮廓改成灰色 大概像这样 中间这个形状呢 怎么做的呢 大家记得一个操作 插入SmartArt 选择第二个 交替右边形 点击确定 我们选中之后呢 右键 组合 取消组合 右键 组合 取消组合 全部都不要 把它双光 留下一个这个方面 把它放大 大概这样 不要乖了 双T它之后呢 形状填充当中改为无填充颜色 轮廓呢 我们把它选择为什么 蓝色 粗细把它选择为三磅这样子吧 我们把它选择稍微三磅 这个颜色的话 有点太远傻了 太浅了 可以把它 这样 更深一点 这边插入形状 插入条什么 线调 线段 选择外面的这个框 开始 格式刷 刷它 然后呢 你在这边加入你的文本框就好了 大家看到吗 就是一个文本框 一个文本框了 这个自己是蔚来亚黑light 这个是蔚来亚黑加粗 这边都是蔚来亚黑light的字体 把你们的2M贴进来就行了 这样一个画面就做完了 这个是难点 我来说一下难点就好了 这个画面的有什么难度呢 我们来看 难度其实是没有的 是吧 新科技创造完美境界 一个把它文本框给它摆好 再转到线条就好了 这都文本框 大家看到吗 文本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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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这个形状 这都一个形状 把它摆好 只是一六地的 你看看这条线 左对齐对的很好 是吧 那这个背景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来看 已经敲一页 空白一页 背景呢 我们可以在哪里啊 可以在很多地方 搜到 像这样数码 还帮我一个图片 不对 我们来看在这里 像这样 去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素材呢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的浏览器 选择 散展展素材 进入散展素材 我们可以这边搜 科技风 这上面很多 你可以选择始量图 这个现在来到很多 科技风的素材了 大家看到吗 我选择了这个好像 这样一个图片 但预览图不准啊 看这外面的预览图比较准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反正我就选择这个就好了 打开我们的文件 这是一个始量文件啊 所以我们要装AI 当然你们能找到好的科技风的壁纸 也是可以的对吧 然后呢 我是怎么做的 我看一下啊 我想一下怎么做的 进入这个AI界面之后呢 按住Ctrl加0 Ctrl加0 Ctrl加0失效 Ctrl加0是什么 回到画面的原本的大小 跟窗口置适应 不行了 我们就按住Ctrl加加号 画面它就慢慢的大了 减号它就小了 我们在这边呢 选择这个画面右键 取消编组 这边呢 取消编组 为了是为什么 为了是让把画面中的这个白字 这边可以释放剪切蒙版啊 为了什么 为了是让它把这个白字能够删掉 Delete删掉 Delete删掉 我这边再断了去放大它 大概像这样就行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利用QQ截图也可以 也可以导出 我们跟大家说要导出吧 导出 导出为什么呢 导出为png吧 我们导出为png图片 今天画面高啊 背景的透明300 OK 不管它 先去确定 这样图片就被我们导出png图片在这里了 然后呢 我们在pbd当中粘贴它 大概是这样 我们把它这样 裁减掉 没用了 我们要裁掉 不要了 是吧 它影响我们的发挥 对不对 不要了 这边也不要了 哎哟 跑到下一页来了 双击它 拆掉不要了 把它摆好 放下来 大概是这样 左右都拆掉 然后把文本给它放进来 大家看到吗 文本直接把它打好 这是加了文本的效果 这是没加文本的效果 那我们看这边有突出一块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把它放到最上面 对吧 这样我就铺满全屏了 就很好看了 加上图片 加上文字 不加文字 是吧 这个难度不大 那这个就简单多了 这个的花样就很简单了 加入很多的什么 这个很简单啊 矩形 是吧 复制粘贴一个矩形 把它改成红色嘛 是吧 红色 那就是摆好很多个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把它摆好就好了嘛 对吧 简单了 这边呢 我们把它改 看过来 这是一张 一个一条的线条 这是线条 把它线条和圆圈 这是一个圆圈 大家看到圆圈啊 把它放小一点一点 到这边 把它拼上来 邀请函 这也是未来的黑light之体 其实这个难度不大 是吧 只是看起来很简约 很法式风格 对吧 其实难度很小 来看这样一个画面 华氏 花礼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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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下载 一个图片 打开 打开它预览图我们看一下有字,所以我们要打开AI,把这个字给删掉 直接用在我们的PPT当中就行了 我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打开这样一个软件 这个素材就在站档素材上面下载的啊,你收小清新或者说水彩 水彩汇这个郁金香 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类似的图片,当然这个软文件我会给大家去下载的啊 选择这边右键 取消编组 对吧 右键 取消编组 把这个都删掉 把这些字都删掉 这时候就够了,不要就动它了,按住Ctrl加号 减一点吧 我们怎么样啊 可以把它文件 导出导出为 PNG就行了对吧 随着高 分辨率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它在导出啊,我们来看 问题有点慢 这我们导出了 好,我们复制它,WT当中来 新建一份就好了啊 点击 点击 颜色 颜色 保存 我们想要的那个朋友圈的图片的形式呢 这里有个技巧大家看 只要这张图片 文件 另存为 存到桌面上吧 我们把它存为什么呢 打开 大家记得 不要存为 JPG图片 我们把它成为 PNG图片 点击PNG 这边写一个 林志玲 这张叫什么 林志玲 是吧 点击保存 它会问你是导出 画面中的所有页面 还是当前页面 看你们的需要 你可以选择所有 也可以选择当前 我打出当前的 林志玲这一面 就好了吗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OK 林志玲的这些海报就做好了 PNG的 你看点看 这被我们导出来了 这样你把它发到朋友圈当中就行了 是不是 非常简单 这就是跟大家说的 如何制作 树版的一个技巧 首先把画面变成树的 然后呢找到很多的素材 加上很多的花样 可以把它做出一些不错的效果 以上的这些效果呢 我也参考了一个网站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样的话呢 做起来更快 网站的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叫创客贴 我觉得对于一些初学的来说的 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希望大家跟随我的这个脚步 一起把它们都做出来 然后在微博上 冯祝隆 一起来交作业